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邁入70週年 從開始的閉路藍綠 填海造路 為大學使命開創新局 70週年校慶慶祝大會 席開85桌 透過線上直播 讓全校師生 及全球各地的校友齊聚 一同慶賀海洋大學的生日 海大成立於1953年 到今天剛好70週年 我們海大在300坪的校地 擴建到目前60公頃的校地 學生從1000多人 變成9300人 在教學 研究 產學 還有社會服務 都有在海洋專類 表現亮麗的成績 秦戰院副院長鄭文燦 也親自到場祝賀海大生日快樂 也期盼借重海大的力量 讓台灣在發展離岸風電 漁業 海洋及生態永續發展等方面 取得共生與平衡 所謂的三十三十 海洋保育的思維 建立成為主流 要成為在教學 研究 服務 各個方面的頂尖大學 海大已經做好的準備 也展現了成果 校友總會會長 林建松國策顧問 結束校友聯誼會理事長王光霞 與各地的校友會都來到現場 祝賀母校生日快樂 海洋大學七十年來 不管是在配偶政府在推動 這個海洋產業跟海洋科學方面 都有非常接觸的成就 海洋大學培養了很多的優秀的人才 當然我們更需要能夠來 為我們的學弟學妹們 怎麼樣的更快的時間裡面來成功 這是我們很期待的 七十年來 海大培育了無數優秀的人才 推動了海洋產業和海洋科學的發展 為國家做出卓越貢獻 未來將從多面向 加強國際化指標 讓全球看見海大 記者蔡小軍 基隆報道